谁也没想到 李健参加节目时 想演唱许飞的父亲的散文诗 于是他一连给许飞发了三天的短信 问他我可以唱吗 许飞也十分爽快地答应了 李健想要给许飞版权费 还一个劲地问许飞要卡号 许飞当时很震惊 因为圈内翻唱过这首歌的人不在少数 但没有一个人主动给过他版权费 起初许飞拒绝了 毕竟能让李健演唱自己的歌 对他来说无疑是巨大的荣幸 但李健接下来的一句话 直接让许飞红了眼眶 最终李健凭借我是歌手一炮而红 许飞的歌曲也得到大家的喜爱 而李健之所以对版权费 有如此重要的意识 其实和王飞分不开关系 2010年即将登上春晚的王飞 给李健打了个电话 想要在春晚上唱他的传奇 李健也十分大方地表示 随便唱 我记得有天早上 那我发一短信说 要唱春晚想唱你的传奇 没有建议 没有意见吧 比如说我说你就 没意见吧 就随便唱吧 最终 王飞凭借这首传奇杀风春晚舞台 成为了当年最火的歌曲 甚至很多人还以为 王飞才是传奇的原唱 可没过多久 王飞就被告上了法庭 并因侵权被人索赔300万 一时间李健被推上风口浪尖 有人说他太不够朋友了 王飞也怒气冲冲地找到李健 质问他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当初说得好好的 怎么自己就被告了 李健这才明白 原来自己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虽然李健是传奇的原唱 可他却在无意间将这首歌的版权卖给了一家公司 此后 这首歌的版权就不再属于他 而是一个名叫孙永志的人 也就是说 除了李健本人 其他人要想唱这首歌就必须支付版权费 而当时李健的版权意识很淡薄 即便创作出很多经典歌曲 却总共只拿到了一万块钱的版权费 正因如此 李健早就忘了这首歌的版权不属于自己 最终导致王飞侵权 被孙永志告上法庭 而这首歌唱一次就要花225块 而王飞总共唱了十次 一共赔了2250元 经过这件事 李健才知道版权对一个歌手来说有多重要